曾經作為聯盟裡3D球員的模板 屢屢踢球隊的勝利提供非常多的貢獻 卻在近年屢次被關於靈堂的封號 說到上面這些,你會想到哪位球員呢? 長分鐘認識系列,今天要帶你來認識這位 讓人又愛又恨的球員 Danny Green Danny Green,綽號聖堂射手 背號4號14號 身高66吋198公分,體重215磅98公斤 Green出生於美國紐約的北巴比倫 另外一位九指冠籃王Green則是他的表哥 與多數最終進到NBA的球員相同 國高中時期的他除了籃球之外 更專職在美式足球之上 由於當時美式足球隊的教練為了經驗過世的好友 於是都讓當時隊上的主將穿上已故兄弟的14號 來紀念他的兄弟 而這個號碼也讓Green一直沿用至今 2002年Green在升上高二之後 為了往後籃球的發展,轉學至了聖馬力高中 由於聖馬力高中是一所競爭相對激烈的學校 來到聖馬力高中的第一個暑假 Green就遇到了一些挫折 在一次長跑的練習中 Green發現自己弱後其他隊友很多 正與過去在前一所學校相去甚遠 而教練Tinkerloose對於訓練的嚴格 讓Green萌生了退隊的想法 直到一次練習中 他遇見了屬於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 一如往常訓練跟不上的Green 由於正值接近高中聯賽開季前 球隊操練得更加兇狠 在一次的折返跑中Green倒在了旁邊 是他的隊友一邊扶持著他一邊回到終點的 直到那一刻Green才了解 你要嘛就退對放棄 要嘛就繼續前進 所謂的挑戰指的是精神上的嚴苛 而不是物理上的勞累 在那之後的Green不停的成長 到高四那年 場均可以拿下20分10籃板4助攻4火鍋 並參加了當年麥當勞高中全明星賽 在該界所有的後衛之中排名第八 全體球員則是第31 由於他優秀的身體條件以及全能的身手 很快的NCAA的籃球名校 北卡羅來納大學便向他遞出了邀請 而他最終也加入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教堂三分校 或者稱聖堂三分校 這也是聖堂射手這個綽號的由來 至於靈堂射手什麼的嘛… 請問竹竹熊杯? 大一賽季的他幾乎都以第六人替補出戰 作為一名優秀的第六人 場均上場15.3分鐘可以攪出7.5分3.7籃板的成績 但這時而他開始迎來了人生的第二個轉折 2005年夏天 Green在第一個賽季結束後 他的父親被警方指控射入一起掺杂約14人左右的毒品案件 而遭受牢獄之災 這讓當時的Green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Green談到父親時說道 他是我的第一任教練 他教了我籃球 他讓我參與籃球 他讓我愛上了籃球 我打籃球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 每當我參與比賽時他會在場邊幫我加油吶喊 他會在我放學後親自陪著我做了一些練習以及訓練 我當時真的很迷茫 這件事一度讓Green放棄了他的籃球夢 但由於Green作為一名全身球員 友善有禮貌 在球迷以及媒體面前認真回答任何的一個問題 所有人都不希望Green放棄自己 而最終Green在多數人以及教練的勸縮下 再度回到了球場上 而由於教練的信任以及支持 這讓Green在大三的賽季能夠攪出11.5分、4.9籃板、2助攻 以及1.2的超級、1.2主攻的全能成績 而最驚訝的是 上一季的他以29.6%的三分球命中率 總共投進了65顆三分球 這季直接翻到了161顆 而且命中率是接近4成的37.3% 大三賽季結束後 原先Green打算投入2008年的NBA選手 但最終選擇留下來再征戰的一個賽季 大四的Green接下隊友的職責 場軍可以拿下13.1分、4.7籃板、2.7助攻 1.8超級以及1.3火鍋 而41.8%的三分球命中率 以及比上季還多的184顆三分球 都讓他擺脫過去全能球員的打法 在未來專心地做好一名有3分有防守的3D型球員 而這一年的好表現 除了讓他拿到各種ACC的最佳陣容獎項之外 並成為ACC聯盟歷史中唯一一位 1000分、500籃板、250助攻、150火鍋、150超級的球員 並帶領北卡拿下該年的NCAA總冠軍金盃 但我想大學留下亮眼成績的Green 完全不會想到他進入NBA的路程會這麼艱辛 Green在大四畢業後 選擇投入2009年的NBA選秀 在第二輪第46順位 被克里夫蘭騎士隊給選中 Green的新秀賽季僅出賽了20場比賽 平均上場時間是零星的5.8分鐘 成績自然也不會多好 大多數時間都在發展聯盟的愛麗灣海英隊路過 該季結束後就被釋出了 2010年11月 聖安東尼奧馬次隊給了Green一張測試合約 但這次的他只打了兩場比賽又遭到釋出了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接連被兩支球隊釋出 總計只打了124分鐘的時間 然後便先加盟發展聯盟的雷諾大腳羊隊 當時的隊友兼先發控球後衛 是同樣也在發展聯盟討生活的林舒豪 Green則是作為球隊的先發得分後衛 能夠貢獻場均20分7.5籃板 2011年3月17日 馬次又再次與Green簽約 而這次的Green以為自己經歷的磨難即將結束了 但事與願違 馬次不僅沒重用他 除了賽季期間將他下放發展聯盟之外 更在賽季結束後再次放棄了他 Green在接受採訪時提到 當我第二次被裁掉時 我陷入了谷底 我待在家裡兩個月 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 我主動打電話給總教練Popovich 希望他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已經準備好 如果我有多一次的機會 我會做所有球隊需要我做的事情 我可以遞毛巾、遞水 我願意做所有事情 在這之後 馬次先是與Green簽了一張五寶藏的合約到該季結束 而Popovich不知是找到了他的使用說明書 或者是Green本身就擁有這樣的能力 他在66場的比賽中先發了38場 場均能夠拿到9.1分 而該季的他三分球命中率高達43.6% 而該季結束後 馬次翻給了他一張3年1120萬美金的合約 Green坎坷的命運才就此步上了正軌 喔對了 由於馬次的14號隊上已經有人穿了 所以這時期的他穿的是14號球衣 12-13賽季開始的Green 被擺上球隊先發得分後衛的位置 作為一名專資3D型球員的先驅者 例行賽出場80場 場均可以拿到10.5分、3.1籃板、1.2超級 以及擁有著42.9%的三分球命中率 季後賽21場的比賽裡 更是接近用5成的三分球命中率 每場平均可以拿下11.1分 包含總冠軍賽期間以28顆三分球 打破總冠軍賽歷史三分球的紀錄 雖然這紀錄後來被某顆的32球給打破 可惜最終該年的馬次 在總冠軍賽敗給了由三王所率領的 Miami熱火隊 無緣捧起冠軍的金杯 硬要說的話 說是輸給Ray Allen的那顆三分球也不會過 隔年2014-15賽季的馬次隊 來勢洶洶 雖然Green在列行賽因傷出場略減 但在季後賽中 徹底做好自己防守的工作 隔年的馬次再次在總冠軍戰 遇上去年的對手 也就是三王所率領的 Miami熱火隊 但今年的馬次 在維持去年戰力的情況下 正宗主將Kawaii Leonard的蛻變 最終馬次以4比1輕鬆的復仇 捧起了總冠軍的金杯 2015年7月14日 Green與馬次隊簽下了一張4年4千萬美金的合約 作為一名有三分球有防守的3D型球員 屢次在季後賽裡證明自己 這樣一位任何季後賽球隊都會想要的球員 竟然一年只要1000萬 而Danny Green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旁人總說我少拿了不少錢 但我覺得我拿了剛剛好的薪水 嗯…嗯…嗯? 2015-2016賽季 與前幾季的情況不同 場上的Green依舊擁有著十足的拼勁 但… 兩分球與三分球命中率接來到生涯的新低 大概就是從這時候開始 聖堂射手的名號 開始漸漸的被球迷們戲稱為靈堂射手 2018年7月18日 Green被捲入Kawaii Leonard的交易案 一起被打包送往了多倫多暴龍隊 原先的Green被視為交易案中的配菜 送到了多倫多 但這季的他睽違已久的有些回春的跡象 三分球命中率45.5% 更是來到職業生涯的最高 而這一年的Green作為球隊最重要的先發球員之一 與包容隊一起闖入總冠軍賽 並幫助球隊奪下2018-19賽季的NBA總冠軍金杯 2019年7月6日 洛杉磯級胡人隊給了Green一張 兩年3000萬美金的合約 來作為球隊的先發出場 不過這季的他 三分球命中率又回到了靈堂的等級 2019年11月18日 一場胡人與亞特蘭大老鷹的比賽裡 在第二節剩下18.4秒的時候 小皇帝LeBron James三分球出手沒進 突然側邊三分線外的Green 抓準機會跟進、起跳、補扣 這讓隊友以及全場球迷 包含場邊的前胡人球星、小飛俠Kobe Bryant 都還翻了起來 而有趣的是 隔天的Green被聯盟的藥物檢查 隨機的給湊到了 哈哈哈哈 2020年10月10日 热三機胡人對上邁阿密熱火 總冠軍賽第五戰的第四節16.8秒 胡人以108比109落後熱火堆一分 小皇帝LeBron James切入後 將球傳給外圍的Green 時間剩下8.8秒 全場球迷們關注著這顆關鍵的出手 可惜並沒有進球 隨後籃板球被Morris給撿到 但最終Morris以失誤收場結束了這一球 頓時各種社群媒體媽媽不止 各種靈堂射手的評論從此著板上 而該場結束後 OG級的饒舌歌手Snoop Dog 先是在IG上各種暴氣怒嗆Green 甚至在隔天有消息指出 Green與他的未婚妻在第五戰結束後 收到了不具名的死亡威脅 礙於影片版權問題這邊就只附上相關的連結 有興趣的自己去看吧 不過就在我寫完這篇文章的當下 目前比賽進行到了最後一節 胡人隊確定拿下了19-20賽季的NBA總冠軍 也在此恭喜Green成為連續兩年 拿下總冠軍金杯的成員之一 喔對了狐迷們 記得 明年他還有一年約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按下喜歡 訂閱並分享出去 如果有想看你的球員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處告訴我 我是蝦球 可憐被鍋仔 頭不進就要被彰彰 那我不出片是不是也會受到威脅啊 我們下支影片見 OK 就到吧